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咱们拆开一态究竟 苹果5S和SE拆屏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指纹返回排线 内部开着还是可以的 挺不错 首先这个电池鼓包了 这样的电池能用半小时没电 够可以了 这块电池也是历尽了沧桑 终于不行了 一四年的电池 最后咱们换一块电池 手机充电都正常 说明了就根本原因是电池的问题 换电池就可以了 但是最后由于刷机了 记住把所有的账号密码都忘了 手机激活不了 其实换一块电池还是可以用的 由于激活不了 还是个砖头 非常遗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